大家注意看 这个男主叫小帅 他附频道的订阅人数 实在是少得可怜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要出意外了 大家实在是太狠了 都还没订阅 我在这里拜托大家订阅 里面会固定更新直播 即直播金黄 好了 本期的视频即将开始 Z3 地表最强的Dual Lens Sepakaku 出门在外只有圣化丝 今天是梦想达成的一天 让我们看看后面是谁 哇哦 是阿良 不是 是才一颗 是白箱 老板进场 你好 老板进场 这个10公斤 是老师 老板说他边盘只要退休 他的目标已经到了 只不过比较可惜的是 只有来台队一个人 可惜的 如果有六大金刚起的话 我应该又要疯掉一次了 我比较希望有昆达 但是看到台队本人的感觉 很平静耶 我发现台队真的是不看脚本的人 而且他节目上 手机会乱想也是真的 因为手机刚真的想我 哦 哦 不知道老板表现的好不好 不过他太紧张 讲不出平常那么有水准 对不对 你看这种台字眼里也敢丢 还好耶 因为我看过那影片 还要看得蛮亲切的 对啊 要走出来这样而已 出场的气势还不错 嘿 开车的吗 还没有哦 对对对 他下车了 对对 他气势真的是 还有我有练过霸王戏 曼人家震晕了 啊 那你昨天是什么讲座 他今天是美容师傅啊 不是不是 今天是交通主委 哈哈哈 你也很熟悉 我在拍阿呆的Vlog 请问一下你会紧张吗 真的很紧张 因为不知道要干嘛 你今天带眼的是什么 我们修复的学长 等一下要教台队的 我不知道要不要教他 他有修过卡车啦 那这多少是有点激烈的 会不会太认真 还好 我有帮你看头发 来不及啊 你也不敢插嘴 我会帮你注意 就算飞起来 你也不敢讲 还好放轻松吧 你也知道好不好 紧张吗 应该还好吧 紧张还好 只是怕太认真 讲话专业的就是太认真哦 我先去阿呆好像很紧张的样子 我先去看加拿呆 OK 我觉得老板很紧张 我也这样觉得 你知道他讲话怎么讲吗 我跟你讲 一台车有13个百件 对 他的语调 直接变成新闻采访模式 他拍我们的影片的时候 没有这么正经 没有啊 因为是别人频道 他不可能一直怕张话 开往家门 对 他看起来像个专业的二手车达人 他不是吗 他看起来更专业 这句话呢 他看起来更专业 你有看到老板刚刚紧张到 连引擎盖怎么开都忘记了吗 我以为这只会发生在我身上 希望木耀帮他把那一段剪掉 你是跑龙套的时候 对对我是跑龙套的 但也是蛮有荣幸 可以出现在木耀的 我出现在温宁的世界里 现在又走入了木耀的世界里 你又离他越来越近了 变成 木耀宇宙里的其中一员了 太神奇了 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找到财资源的世界 你等下就走过去就说 蛤 蛤 干什么啊 这怎么弄嘛 你今天来这我就搞什么东西嘛 我还没机会叫我来吃 我也很想吃看看 今天有带来吗 不用不用不用 我自己去叫就好 没有 我们有弄可以吃 我想说有空 我要去弄回来开箱 对啊我去把它买回来看它好 要过台客的 这一关吧 对啊 过过过过 诶很酷耶 第一次看到就是那么多人这样子拍摄啊 很屌 很专业啊 很专业啊 突然觉得好自卑 我们都一个人啊 我们都一个手机啊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在干嘛 我们你要卖多多拿一个GoPro就拍完圈 整部分人 然后还对不到 他们都三机然后这样子 然后用手超转 相机拿起来像拿那个小麦克风一样 然后在玩 手超转这样 然后都不会晃 然后我们就一直抖这样 一直抖一直抖 而且他们都可以动不动就可以塞一个什么 啊 怎么弄嘛 这样 看超屌 超屌 是人自己坐嘛 对啊 没有开玩笑 刚刚人要移车进来 他就说要自己移车 很静量的亲力亲吻 对 所以代表电视上演的是真的 不是谁 电台也是这样爬上的 那个路说我没有要爬 阿呆上去 菜山上去 柯P 上 好的各位观众 今天胜量两百岁是我第二天 他们现在在请那一座 那请 阿柯在脚后 海哥 亲 皮 但是我觉得阿柯有点紧张 在画的好少 所以刚刚我去找带他说画的都会好 他的画量大概是平常的 十分之一不到吧 平少吧 他那天还跟我说他不会紧张 你是很紧张 还好啊 怎么可能 如果是你会紧张 是最错的 各位阿公要买这台呢 哇 帅耶 处理下去了啦 他那个脚架椅子啊 用椅子 其实那个脚架很容易被夹到 你有被夹到的吗 对话 所以我刚刚提醒他一下 那椅子很重啊 那椅子比想象的还要重 你看椅子以为很轻 你去扮一下 就知道椅子超重 诶刚刚有拍到开车率486吗 海哥觉得不敢开车 只能骑系列开车 你开什么车你都觉得没有安全感 游摄路减难 游减路摄意 对不对 一二一 诶 接不到 你要看到老板亲自在磨吗 白年难得一见 他不知道多少年没有磨这种东西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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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吧 我说一来他在那里什么地上 收集鼓动的感觉 你这样还去实声 要整理好 我们都会拍整理的影片 观众们就很觉得 这个一台车这样 然后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最后变 吓死人 他刚刚讲说跑进去 我看他跑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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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支是哪一支你都知道 最主要投赛 嗯 很多配红的嘛 对 是这样吗 是这样 这样 喔 黑色配黑色吗 哇 好险 我刚按到 过快吧 过快 喔 快到很小 很黑耶 我第一次抽错只 喔 快点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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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想到你说什么 我会想到你说什么 我会想到台哥开哪一台里 你来就好 黑色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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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厉害喔 喔 这样 哇 哇 超车啊你 开个网页怎么一堆广告 一广告又广告 我又不小心点到广告了 怎么会这样 我上个网而已 有必要吗 大水鸡 欸 一只鱼游过来 哈哈哈哈 欸看到了没有 怎么会有这一只勒 我告诉你 大家看到这个鲨鱼 就知道是什么了吧 没错就是我们许久不见的干爹 Subshot又来了 所以接下来就是 没有办法略过的广告喔 Subshot VPN 是一个虚拟网路服务 可以让駭客或是有心人士 没有办法轻易取得 你知道网路上的资讯 例如信用卡的卡号 还是你的身份证之号 这些被拿到都会非常的麻烦 而Subshot VPN 可以保护你在网路上的安全 它还有提供CleanWeb的模式 只要开启这个功能 就可以将一切凡人的广告追踪器 还有恶意软体统统给它阻挡掉 所以我刚打开网页却 一堆广告的情况 再也不会出现了 Subshot VPN 经过实测 网碑 HBO Max 等热门串流影音平台 透过跨区的工具 都可以轻松的解锁 使用各地区的专属内容 无论是电视节目各种直播 通通看到爽 轻松破解地区的限制 而且一组Subshot的帐号 可以在你所有能够上网的设备中 安装 登录同一组帐号密码使用 没有上线 分享给亲朋好友都没有问题 CP值实在是太高了 更棒的是 如果你用不喜欢 或用不习惯Subshot VPN 他们还提供30天内 可以随时取消订阅 并获得全额退款的服务 现在输入下面的网址 订购Subshot 或是输入小吃汽车的 专属优惠码 就可以得到Subshot VPN 限时年终优惠 1.5折 订购2年的方案 免费延长3个月啦 怕输入错误的朋友 也可以参照资讯栏 点击连结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Subshot VPN 讚喔 诶 耶 老板娘这什么节目呢 煮拉面节目 哈哈哈 来 这个是木耀 以日制面 这是上次跟 木耀市超团拍的时候 然后台阁他们 送给我们的 它一个礼盒 里面有6包 而且还附一个很可爱的筷子 所以今天 板娘下面给你吃 哈哈哈 这节目怎么变这样 不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要不然要叫什么 煮拉面 煮拉面 好我们今天还有两种口味 里面有6包 各3包 一个是这个 六香鸡白汤拉面 你很厉害 什么都可以这样说 这个是 龙豚骨拉面 那我们准备来煮给这些小兔仔吃 我们要先用原味的煮 那另外我们有准备 这个等一下加料的 我们等一下再准备 我们先用原味的煮 而且我跟你讲 今天我们没有要看台阁面子 好吃我们就是好吃 不好吃百香对不起 好不好 那就开始煮下去 先煮原味的不加料 原味喔 拆封看里面的内容物 可以 我直接试开吗 还是不要用剪刀 直接看它包装做的好不好 烂我们就直接说烂 不要真的把它撕烂 不烂我们就直接说烂 温柔一点 有了有了 还好 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 有一坨面 喔它有一坨海苔 对超屌的 它竟然送一片海苔 然后这是蔬菜包 蔬菜是海苔 然后这是那个 汤包 汤包 老板娘介绍一下旁边 我们准备 今天准备有点食材 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很棒的东西 对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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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肉 然后还有这个 鲁笋片 还有那个 溫泉蛋 你在家翻 P 어�Right 你是在叫儿叫Adae 我觉得You叫叫温泉蛋 你都在叫Adae conhecer对 溫泉蛋 溫泉蛋 阿K有回你好效 收斗一下 pinchdож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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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完成 嗯 四百星期有點鹹 可是如果在日本 他們應該是不喝湯的 所以呢 如果你站在那個日本人的角度 它的味道全部都沾附到麵上面 然後如果是麵條呢 我們現在煮的是 四分鐘是真的是一般人的 軟硬四重的 不會太軟 我以為會太軟 如果是我可能會煮三分半 然後如果你是會把湯喝完的人 建議可以加500cc以上的水 欸它味道有一個 蝦子的味道 反正是柴魚吧 嗯 有柴魚的味道 然後湯比想像中的還濃 感覺很像是外面吃的大便的感覺 很濃欸 可是它的蔬菜啊 有一點暴露它是泡麵的 如果今天它不加這個 乾燥蔬菜的話 直接加新鮮的蔥花 我不會知道這是泡麵 把這吃完 然後等一下換他們試吃 麵有點偏粗啦 我比較喜歡吃細的麵 這比一蘭的粗 對 我覺得吃起來比較像台式的家常麵 有一點 可是我感覺口感很像蕎麥麵 不知道為什麼 湯呢 湯就很紅了 可是有柴魚味 柴魚味很重喔 我第一次吃到 我聞的時候有一次 有一次豚肉 對啊 魚介系嘛 好 下一位 這我覺得蠻好吃的耶 哪部分 虛偽的部分 湯頭的部分 它蠻濃的 然後它是有油脂的那種感覺 喔對 它油脂還蠻香的 蠻喜歡的 很性感吧 先喝湯 有點鹹 但日本拉麵好像就這樣 然後我覺得麵可以再硬一點 因為我比較喜歡吃硬一點的麵 應該會更好 形容一下有什麼味道 你吃到什麼味道 我吃到了海的味道 等一下 它是臀骨耶 這是臀骨 所以這是豬在海裡游泳 應該是那個 柴魚的味道很重 然後 有點像是變成海鮮的味道的感覺 但我覺得加那個青蔥應該會更好吃 因為那個 乾燥的那個就沒有那種青蔥的脆度 來換了 換你的頭 就像雞白湯拉麵 一樣加400cc的水 這一包好像比較特別喔 它沒有蔬菜包 所以它的內容物 給大家看一下 它有海苔嗎 有耶 剛剛海苔包是白的是不是 對 然後這次是透明 然後這裡就是一個湯包 所以雞白湯拉麵 比較簡單 我看到柚子耶 我看到柚子耶 有耶 有柚子耶 有啊 這個是柚子碎柚子的那個 試吃喔 試吃直接 麵應該是一樣的 很像是奶油 蠻高雅的味道耶 蠻高雅的味道 嗯 我比較喜歡這個 可是柚子碎柚子很鹹 有雞的味道有沒有 沒有 雞白的味道 雞白湯不是雞白的味道不知道是什麼 不過我真的覺得它加柚子超棒 它的湯有點酸酸的柚子香啊 那個味道是在回韻之後才會有 但是我很喜歡 我們現在煮的這兩種麵 我很喜歡它一點就是它的麵 每一口都吃得到湯附煮在上面 超棒 而且這個麵條好像比上行吃的還要Q一點耶 可能我們這次時間比較短 對 我們這次時間翻翻翻是我們喜歡的 硬路 這個比較好吃 剛的麵比較爛一點 湯這個奶奶 可是你回韻之後 你沒有吃到那個酸酸的柚子的香味嗎 有啊 我有 這個比較清爽 我比較喜歡的剛才 重口味 性感 喜歡性感的 它的味道很酥耶 對嘛 就是又香嘛 它已經混在裡面 但是我比較喜歡上一個耶 可能蔥骨味比較重吧 我比較喜歡吃重口味的牛奶麵 好 我們已經吃完原味了 現在我們要煮升級版 那我們現在先煮大波羅水 再煮麵了 等一下再煮湯 然後這樣就可以了 開始 我這一碗如果從店裡端出來 賣你250你會不會生氣 會 不會啊 我會很開心 為什麼會生氣這碗250 不貴吧 很便宜耶 現在台灣拉麵隨便到300起跳了耶 我們成本多少錢啊 叉燒多少錢 欸 五百 五百多 叉燒五百 千成四碗 所以這樣 叉燒也要一百 然後 溫泉蛋 不是這樣子 喔 溫泉蛋 也不知道多少錢 好 等一下它差多少錢 好 我先吃了 我先吃了 喔 看那個筍乾 Skoy 筍乾 喔 竟然可以在家裡 如果煮麵可以吃到 這個太爽了吧 好 叉燒 有泡過湯了 去店家吃到這個叉燒可以 所以下次啊 你如果有女朋友到家裡 你就這樣弄一碗 我跟你講 愛死你 因為他覺得你弄出來的東西 就像在拉麵店裡吃 好啦 完成了 怎麼樣 是不是看起來 真的跟外面賣得很像 而且你看 可以像我這樣 叉燒放爆 不看成本 只為了要吃起來爽 那基本上這個 我們呢 投票分成兩派 有一半呢 是投給雞白湯 有一半是投給豚骨 所以代表 應該兩個口味都算不錯 喜歡重口味就吃豚骨 喜歡清淡就吃雞白湯 對 我熱的雞白湯 而且我覺得他 這樣子的話 其實你十分鐘之內 你就可以吃到麵了 你確定十分鐘 我覺得擺這些東西 就要擺五分鐘了 沒有 如果不要擺這些的話 沒有 因為我們做四碗 對 然後如果你本來就是用熱水 你的水本來就是熱就不用等了 對 你如果做個兩碗 應該是蠻快的 好不好 在家裡弄一弄 帶女朋友回來吃 端醬而出來 女朋友嚇死 今天回不了家了 我跟你講 好啦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這個木耀一日治麵 有興趣大家可以去買 把它買爆真的好吃 喜歡影片記得訂閱留言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 拜拜 如果流量不好 下次他就不會出現 下次就叫奶妹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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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AVIA Mobile周圍機器のトップグラン 柱 開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